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我們是交通安全服務社 如果你想入社可以看一下我們 我們基本上是服務性質的社團 在我們社團是不用繳社費的 而且我們不定時會放出一些 公讀或是校內服務學技分數的部分 就是我們還有一些社會活動 就是提供大家放輕鬆一下 所以在社團園基本上沒有任何的局數 就是希望大家能從中獲得一些樂趣 還有在學習 交通安全支持 那如果飆車族可不可以參加你們的社團 飆車族可不可以參加你們的社團 沒關係 我們會慢慢的那個感化的對不對 真的嗎 你們自己都在飆車了 不會 不會 我們絕對的時速 我們超過60的 真的不會飆車嗎 難高一點 如果國道的話是一定要的對不對 因為最近出現就是60了 那個不算 另外一般路段的話 是會正常的 走交通規矩的 真的嗎 有自己對你們的社員 對 我們都可以保證 很像這個絕對不開不超過80 真的嗎 這個快不超過50了 真的嗎 對 看起來就飆車族的感覺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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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飆車過 他是乖乖排隊 我們社員都是非常純潔可愛善良的 真的喔 又有自自就不要飆車就對了 對 對 又遵守交通規則的 不是 我們是非常遵守的 可是我們有時候也會就是 不小心會 沒有 就是因為有些路段 不一定要就是說 一定要只能開60之類的 還是有些路段會不變的 就是看他上面怎麼規定 就是不要影響到交通就對了 就是主要是我們活動支持 會有一些就是 教大家對一些基本的交通常識嘛 對不對 像國道2號是100之類的 所以身邊上他知道交通規則就對了 對 宣導就對了 對 宣導之類的 自己不能飆車就對了 對 當然不能飆車 誰都不能飆車 有沒有戴安全帽 有有有 沒有但會被罰500塊 會被罰500塊 所以 所以 還是要來參加我們這個 學習交通安全帽 對對對 那可以一起來學習 然後一起來玩一下 對 希望大家在行車上 或是平常在走路的時候 注意交通耗製 或是注意一些交通安全 好 謝謝你